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开始沉思,这几天的经历,真是太奇怪了,先是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公寓,差点没命,好不容易逃出生天,又和一个不知道是人是鬼的家伙达成了交易,别人的一生,或许都没有这么精彩,还有那个叫林香的女人,居然用美人技勾引我,对了,林香! 这个女人这么熟悉规则,说不定能在她身上找到关于公寓的信息,我灵机一动,在手机的搜索楼上,输入了林香的名字,震惊,网红出身的林香居然毕业于这所高中,林香如何从小丑女逆袭成大美女,来看看她的变美之路,这都是什么干什么啊? 我慢慢地往下滑动着,突然,一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网红林香犯下命案,粉丝辟谣,绝无此事,命案? 我仔细地阅读着这篇内容,原来是她上高中的时候霸凌过一位名叫姜婉同学,间接地造成了这位同学的死亡,看着新闻贴图那位受害人的照片,我总觉得自己在哪见过? 在哪呢? 一道灵光乍线,我按下了手机返回键 对了,就是这个! 我的目光落在了桌面壁纸上,左边的人居然和贴图上受害人的模样基本一致,而她的身边站着的正是给我手机的女孩 这些线索犹如丝线般串联了起来,仿佛揭开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林香害死了姜婉,姜婉和女孩又是朋友 也就是说,女孩和林香早就认识 如果新闻内容是真的话,同时也证明,她们俩是仇人 难道说,这就是女孩来到这所公寓的理由? 是这样吗? 明明一切都能说得通,可我总觉得,还差些什么? 房间的灯忽然暗了下来,墙上闹钟的指针正好落在了十二的位置 任务时间到了,我壮着胆子走在黑漆漆的走廊,一眼望不到尽头 我走得很慢,一遍遍地重复着不要回头四个大字 好人 一个女孩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你走这么快干嘛啊? 是林香的声音 我定在了原地,她快步赶了上来,周围太暗了,我什么也看不清 任务上只说不让回头,又没说不许结伴而行,你这么紧张干嘛? 我默默低下了头,不去接她的话茬 这女人是怎么回事? 偷了我的手机,还在我面前理直气壮地站着 真到我没脾气吗? 哎呀,你干嘛不理我呢? 她握住了我的手,对我撒娇 当然是因为你不是傻好人 我刚要回答她 旁边的门被打开,走出了另外一个林香 本就阴暗潮湿的走廊,在此刻变得更加恐怖 我下意识打了个冷战 奇怪的是,林香并没有注意到我身后的人 她只把注意力放在了我的身上 哎呀,你的小鼻灯,盯着我干嘛? 我脸上有东西吗? 我吞了吞口水,用手指了指后面 就在此时,一只手发在了我的肩膀上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僵在了原地,寒意顺着脊椎涌上了大脑 很显然,林香看见了 微弱的灯光下,只见她的瞳孔逐渐缩小 下一秒,她慢慢举起了手 食指颤抖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可她实在是太害怕了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后面 趁着她张嘴的瞬间,我拽住了她的手臂 拼命地向前跑着,企图甩开身后的人 二楼的走廊松垮又破旧 我每走一步,就会传来一阵咚咚的响声 一声声落下,如同我心脏的节拍 也不知跑了多久,终于来到了楼梯尽头 在得到一点微弱的光亮后 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门,冲向了一楼大堂 许是我下来得太早 此时的大堂,一个人也没有 一楼同样没有亮灯 钟表滴滴答答地转 大堂的正中央,放着一根燃烧的蜡烛 一阵冷风吹来,蜡烛忽明忽暗 我弯着腰,一口一口地喘着气 还好我跑得够快 安,安全了 我扶着腰站了起来,默默看向一旁 却竟然发觉,身旁空无一人 什么情况 我明明抓住他了 我下意识攥了攥右手 手中的确在握着东西 但不是手臂,而是一张报纸 没有过多思考 我打开了这张报纸 借着蜡烛微弱的光亮 映入眼帘的是一型红体大字 17岁少女被抛尸 死法极其残忍 因描写太过血腥 我也只是草草扫了一遍内容 当我看到双眼被挖死个大字时 突然和某些是联系在了一起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 目光落在了受害人的信息上 果然又是江湾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跳楼自杀的时间是7月15 而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7月20 也就是说 一个可怕的想法在我脑海里蔓延 律师 究竟是多大的仇恨 才能让人做出这样的事 慢着 我察觉到了不对之处 学生跳楼能够轻易被掩盖过去 但律师这么大的是 怎么可能一点风波也没有 再加上有人从太平间里偷走了尸体 怎么这医院也得报案 还有 明明是三年前的事 为什么这张报纸这么崭新 种种问题破实 我不得不寻找着答案 我翻到了报纸的背面 只见上面印着大大的废稿二字 一直压在出版社里 怪不得这么心 原来如此 虽然一切有了解释 可我总觉得 这么重大的事 不该不发表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么恶毒的人 隐匿于世吗 身为媒体人 我想不通 正当我疑惑时 最底下的一行小字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本篇报道来自爱坤出版社 我家的出版社 我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 又确认了一遍 可惜 我并没有看错 悲哀的烛火在黑夜里摇曳着 好像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剩下的光 一切的一切 仿佛都在这一刻落下了帷幕 喂 声音叫我拉回了现实 我顺着声音向楼梯口看去 是那个给我手机的女孩 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位阿姨 见我仍有点发怵 女孩快步走到我的面前 小声地问了一句 你拿到了什么 我觉得现在并不是说出这件事的时机 所以下意识将报纸藏在了口袋里 尴尬地朝她笑了笑 没 没什么 她眯起了眼睛 自上而下地打量起了我 显然是不太相信 现行是不对 我忙岔开了话题 对了 你有没有看见林湘 刚才我们一起下来的 你 你说什么 那个阿姨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显然变得慌张起来 林 林湘也在这个公寓 对 还没来得及回答 二楼又传来男人的惨叫声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 手机屏幕上 谈出来一条消息 恭喜你 度过了第二晚 请不吝点赞